女性吸烟的危害比男性还要大很多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更年期以后有一些女性要给她补充雌激素的治疗 如果这个女性身体非常健康 只是吸烟这一条 我们就不会给她吃这个药了 就是这个吸烟对女性各方面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 而且呢就是它造成的这种过氧化状态 对卵巢功能的影响也非常大 所以女性最好是不要吸烟 它比男性吸烟的危害还要大 喝酒就说因人而异 包括中医也讲 少量的酒呢 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可能对身体不一定有害处 少量的 但这个少量 这个量就因人而异了 我有时候打比方 有些尤其是准备做试管婴儿之前了 有些男同胞也问 这个喝酒的问题 我说如果你有一斤的量 你喝半两没问题 如果你一共就二两的量 那你最好就别喝了 就说这跟个人的这个转化能力是有关系的 男性吸烟也非常不好 当然除了说女性吸烟非常不好以外 男性吸烟也非常不好 因为吸烟这种过氧化状态 它会影响到精子的一些 比如DNA的完整性等等的 都会影响到后代的质量 所以吸烟是尽量要避免的 喝酒极少量的 因人而异的 可以少量有一些 酗酒肯定不行 对这个转化是一种喝酒的 但是刚才会进行的 但现在我们这些的烟恤 是最好的 我们来看看 也很容易就加尽量了 有什么样的 那这个这些烟恤 也很少有因子也很少有因子 我们来看看